我覺得你說的東西 我都可以對應我現在的處境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主動去找工作 因為你知道我上次找你六七月的時候 那次真是很困難的 剛才有同事在隔壁 所以說得很久久 其實是因為這次我是處於一個比較被動的角色 因為去年六七月問完你之後 要不要全工 你給我的建議是留下 那我也真的留下了 在工資和職位上 我覺得都有得到提升 攜維爾久 一年十一輯的 塔尖暖男星座運勢號外版 終於來到尾聲 而這個一年十一輯的塔尖暖男星運 是專門說2022年的April和May 為什麼我要說April和May 我不說4月5月呢 其實看法一是有解釋的 看我們這個整個series的 就是PART1的11 裏面那裏是有解釋一些聲韻的原理 還有為什麼我要經常說April和May instead of 4月5月 還有記住 PART1的11是全世界的人類 不論男女老友 不論在香港與否 不論你是聖神魔 不論你是何星座 都要看的 因為裏面說的能量是給全人類的 不過至於來到這一條片 這一部分 原來就只適合給五類人聽 究竟是哪五類呢 不過在我講述下面的五類人之前 我在這個講述期間會提及一些術語 什麼上星星座 什麼birth chart 什麼太陽星座 好 究竟什麼是上星星座呢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上星星座呢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個人命盤 birth chart 或者甚至可能你連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 算好啊 不要緊 我曾經是有片 教過大家去找這一堆的資料 而那一條片的link 我是放了在 這個一連十一輯 號外版的PART1那裡 所以都是麻煩大家去 看回PART1 然後找回那條link 好了 好了 言歸正傳 那究竟現在這一part 這一條片 是適用於哪五類人呢 第一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 是在八陽座 十度至二十九度之間 第二類 如果閣下找過我做Personalized的算命服務 我跟你說 喂 你記得要看金牛座 即是除了那些什麼太陽星座 上星星座 記得都要看金牛座 分佈於金牛座 十度或附近 第五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 是金牛座 好了 那些五類朋友 即管叫做金牛朋友 那在這個西曆四五月 April和May裡 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我給一個很general的小提點 是什麼呢 有些事情 你們不懂得平衡 很多事情 你以為一不做二不休 但是我告訴你 既要做 又要休 這兩樣東西 同時 平衡得好 取捨得好 你才可以成功 亦都先可以去 符合這個 星象能量 符合這個 宇宙給你的 Task OK 那 尤其是April 但是慢慢去到尾 都會有些少少余波味料 就是說 你們 在 舒服 舒適感 安全感 或者是 被給予 被賦予 仿如媽媽 去餵捕你們 去 去 捕予給你們 那這裡是一個 很舒服的BB 一方面 你又想做這個 舒服的BB 經常在那裡喝奶 但是另一方面 有一種 要你去奮發向上 彷彿要你離開媽媽的懷抱 然後往這個社會去衝 去表現 去真功 的一個動力 push你 是要得到一些 一些世間物質的成功 一些 利益的慾望 你又要去 滿足這些事情 那在這兩個之間裡面 你怎樣去 游刃有餘 游走得很舒服呢 那 如果你一邊在這裡 死衝 你就會忘記了休息的 這個課題 正所謂的休息是為 走近遠的路 但是我怕 我看這裡 其實你們有一個 比較大的 Tendency 就是你真是索性 什麼都 什麼都劈砲不做 就在這裡 享受 那這一個 就是代表你 不懂得去平衡得好 因為說真的 其實自從 早於在3月6日 西曆3月6日開始 火星一直響水平座 對於金牛朋友來說 其實你們一直是很努力 去表現自己 去爭取一些功名 名勝利就 而火星呢 在April 14日 就會正式離開水平座 移入去 相餘座 OK 那所以呢 即是說 一直去到April 14日 這條片出的時候已經過了 但總之你明白到 就是April中的時候 好像有些事情開始放緩了 即是自從April中之後 就會放緩了 而 那麼巧 那麼巧 升上能量這些事情 真的有時候是 巧到嚇死你 剛巧 在April的16日 就是這個 16的滿月 發生在天平座 而這件事 對於金牛朋友來說 也是在說 就是說 你們有一些正在做的事情 一些project 終於是會走向一個 完結 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但是 亦都同時是因為這樣 你要小心 那一下給你的驚喜實在太大了 或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時候有些人 他匆匆充完一輪 但如果他最後一放鬆 他很容易會生病 我以前是在我身上發生過 但是我在這裡 我不詳細了 但是 我記得 我人生第一份工作 我那時候是回銀行的 那個壓力很大 然後我每逢 週末就會生病 你們有興趣 你們自己去Google 週末症狀 是一些關於壓力 皮質順的問題 或者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 什麼呢 即是有時候那些人在意外 等待被救援 因為他還有一個很強的意志 他一直在死撐 那個身體就幫他撐住 但是 哎呀 糟了 忽然救援一來 然後一鬆開了 壓住他那些東西 他那個壓力一沒了 那些人很快會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這些這樣的消息 所以說其實 對於那些人 好像說 你一開始你不要讓他太放鬆 好像你有些事情 你是要慢慢來 不要一下子 就令他太舒服 OK 那我就告訴你 這個April中 在天秤座的滿月 就代表你們有些在做的事情 已經忠於大功告成 但是同時我怕這些事情 是一下子令你們太過飄飄然 然後 你們的身體忽然之間忍不住 為什麼會無端端這麼輕鬆的 哎呀 或者好像那些 退休就馬上會腦退化症那些 老人家 一退休就很快死那些 OK 那你們小心 你們會有一個 這樣的 即是跡象容易發生 OK 那尤其是 如果這些的 東西是 如果你有朋友一起去幫你做 第一 又或者 如果是一些 跟法律有關的事務 例如我當你自己本人是律師 OK 有個法律案 或者 你知道 律師通常有 一些合夥人 一起 整班團隊去處理很多的職務 對嗎 或者 還有第三 就是一些 如果 跟你家裡有關的事情 這些東西通通會亡源的 去到 April 中的時候 不單是因為 火星在 April 14 日會離開水平座 亦都同時因為在 April 16 日會有天平座的滿月 這兩個星象同時就是在說 有些事情 你終於得到一個舒緩 好 但是其實你是不是 April 中才開始舒緩呢 就並不是的 原來早於 April 1 日 如人節就發生八陽座新月 其實就是這個新月 宇宙跟你說 喂 你開始要懂得去休息 所以大家看不看到現在發生什麼事 基於我之前說過那兩個星象 火星 April 14 日移入水平 和 April 16 天平座滿月 代表你們由 April 頭 或者甚至再早於是 三月 March 6 日 一直到 April 中 你們都是很忙 但是你不要以為 我 April 中之後就開始休息了 宇宙原來現在給你第二個星象 就是 April 1 日的八陽座滿月 原來那時候你開始懂得要休息了 即是說什麼呢 在 April 上半月 你要懂得兩方面去平衡 一方面要衝 deadline 但是第二方面你要懂得去休息 所以你們可以問一下自己 其實最早於 April 頭 其實最早於 April 頭 即是那時候你開始要去 做一些休息的能量 然後由 Right Now 看這條片開始 你們開始就慢慢去拒絕社交 真的叫做拒絕社交 慢慢有些東西去沉思一下 去拒絕一邊 OK 去給自己好好有一個清理思緒的時候 為什麼呢 還有去聆聽多些自己內心的聲音 因為真的 正所謂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由 May 開始 你們又開始 會有些東西 是忙回 有多些挑戰 要你們去應付的 OK 而且趁這個 April 剩下半個月的時間 最好快點去看醫生 OK 尤其是牙醫 或者你們可以做一些藝術方面的東西 去釋放一下自己的情緒 OK 又或者看一些和睡眠有關的治療 這些東西都比較適合你們去做 那你清了身體的瘀血 你就可以迎接一些新的東西 那這些新的東西是幾時來呢 由 May 開始 你們就會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新的體驗 新的挑戰 而且會幾突如其來的 所以這個 April 是一個轉列的階段